我三個兒子都讀國際學校 他們一定要看這部劇 他們都擔心 慘了 我也不太明白他們會明白 他們很厲害 把電視機的中文字幕轉成英文字幕 所以他們看得非常開心 每晚追得很緊張 最好事實上上星期五有一場戲 說到太平公主打我一巴掌 他們三個都拿了手機 好像記者一樣站在電視機拍光面前 拍照 他們說怎麼了 拍照我嗎 覺得我做得好 他們說不是 我們拍照你的慘樣 他們說我未見過你那麼慘 我說一點同情心都沒有 三個兒子其實我自己都是從小到大 所以我覺得照小朋友最重要是以身作質 即是說你自己不想他做的事 你自己千萬不要做 否則他一定會說你自己都是這樣 例如你想他有禮貌 你也要對別人有禮貌 我自己其實教小朋友針對怎樣 針對三個不同的性格去教的 例如我大兒子比較文靜的 內向的 你就需要多點時間跟他談 我第二個兒子的時候 小時候就比較是橫皮的 經常玩 不做功課 因為我可以兇一點對他 那到小兒子了 小兒子就是他們兩個的中間 即是說也都很喜歡玩 也都會讀到書的 那我又要另一種方法 即是我是要當他們好像朋友那樣 也都要跟他們玩遊戲的 在玩遊戲之中可以教他們的東西